上个赛季的火箭队,不仅拿到了常规三冠军,还一路杀进西部决赛与勇士大战机场。 火箭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学起,防守是他们威慑群雄的资本,强悍的防守需要强硬的身体来支撑,下面我们排点火箭队内最强的身体部位。 在这支火箭队中,格林算不上主要任务,他只是一名轮换球员,但要说谁最爱火箭,没人能跟比,用球迷的话说,他身上流淌着修成的血液。 格林的三分球,令球迷印象深刻,但不要忘了,他是一名扣张。 格林拥有强大而精密的小腿肌肉群,这是支撑他飞翔的引擎。 刚打火箭时,球迷曾诟避哈登不喜欢练身体,但在过去的两个修赛期,哈登在健身房疯狂训练,体型和力量较之前有了极大的变化,最明显的就是他的大臂。 哈登的三脚肌,头肌,三头肌的快度和线条,开比职业健美运动员,在突破对方防守时,他只要用身体靠住对方,就能为自己挤开身位。 安东尼加入火箭后,和哥登,哈登,保罗,塔克组成了五具团队,而在这五位团打击巴达的球员中,塔克是翘楚。 上赛及其部首轮,面对身高人生自己的堂丝,塔克的顶房能做到文字不动,强大的下盘力量起到了关键作用。